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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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东镇公所等机关人员疑似涉贪污等罪弊案 经讲官向宜兰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 那前往宜兰县政府罗东镇公所等相关三十余处所进行搜索 并约巾与点栏目 及证人及证人道案说明 那全部证讯已经在今天上午也就是14号上午9点中结束 本次呢是对宜兰县政府108年某罗东土地免征土地增值税案 109年某罗东镇公所108年晚会半桌布置标案以及若干疑似财产来源不明等数案进行查证 那以厘清相关人等是否设有贪污治罪条例洗钱防治法等罪嫌 经假官讯问后认为被告就是县府建设处无代理处长 农业处无课长涉嫌贪污治罪条例第六条第一项第四款土地罪嫌 那假官认为有事实逐认为岂有勾串共犯之余以及有积压之必要 那向法院呢申请积压禁件 被告罗东镇公所时任禁件课 赵课长 黄克元也设有徒利罪嫌 那各聚保10万元 陈姓被告 刘姓被告 林姓被告 涉嫌刑法第216条第215条行使业务登载不使等罪嫌 各聚保10万元 那被告呢 县府地震处堂处长 涉嫌刑法第339条第一项 诈欺取材罪嫌 聚保5万元 那被告呢 林姿庙 吴丘林等人 经假官讯问后 认为其等所遍各节 有进一步查证之必要 训后先行请回 令其余人训避后义军请回 以上说明 谢谢